大家好,又來到朱葦青年雪和罕抗爭章篇的環節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御進私房賽的董事,張東靜先生 今天可以來到朱葦青年雪的環節和大家討論追夢的事 張先生,聽聞你之前在科大,即UST讀BBA,為何會突然轉去做廚師 叫我東靜,張先生,我們差不多大 我畢業不久,我本來在科大讀雙科,我很喜歡煮食 最後畢業時選擇去做廚師,學中菜,在香港富林飯店 在咬鮑魚,由基本學起,切菜學起 慢慢做到第五年,都很開心 一直有不同的師傅,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千里百落 給機會去嘗試,現在可以有自己的時間 又可以安排到自己的菜式給大家嘗試 都很開心的 對了 我想問一下,其實做廚師這件事 是否你小時候以來的夢想,還是怎樣 其實做廚師是我小時候沒有想過 因為我小時候關於煮食,都是和媽媽一起煮飯 那時候,我中學的時候,媽媽就,隻手有關節炎 所以很多時候,我放學的時候,會陪她回家煮飯,做家務 那時候,都很享受那段時間 因為可以煮飯給家人吃 同時間幫到媽媽,沒想很多事情 又玩我裙腳仔,自己都覺得 但那段時間蠻開心的,因為我自己很疼媽媽的 如果可以回家陪她一起 她沒那麼辛苦的時候,我覺得很值得 慢慢去到大學的時候,想不到 去到真的要去社會那裏找工作,或者做事的時候 就開始想了,其實我什麼想做的呢 其實我讀business,我上次做商業 related的東西 做F&B,做餐廳 做餐廳的話,怎樣開始好呢 那想想一下,我其實煮東西吃 我自己一直都是很喜歡的 那但是在香港這個社會,我始終都會想 不如做會計師,做一個專業會好些 但是其實呢,慢慢發現了 不,都是駁一駁,因為見到很多人成功 或者他們有自己的故事,都不會走傳統的路 那為什麼我自己不是試一下 真是去寫自己的故事呢 那最後畢業之前,真的就去 去找一份在廚房做的工作 哦,是 聽了你這個追夢的故事 但其實我相信我們有一些很重要的細節 是你還沒講的 聽聞呢,就好像有一位前輩 跟你講了一句話 就令你都幾決定性去令你去追夢 可不可以告訴大家聽一下呢 好啊,好啊 那去到其實都很難的 要去決定真的不回寫字樓 去回一份廚師的工作 那那一陣子我就去到有一個日本的 有一個日本朋友,他真的吃飯的時候問我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你80歲的時候 然後想看到一個怎樣的畫面 有沒有什麼夢想呢 那那一陣子就 夢想就很難去想 一時間,我們時中小朋友 那慢慢,你說一個畫面的時候 我就想起一個 就是我想一個,我的孫呢 他會帶他的小朋友過來 我的孫會帶他的朋友去我的餐廳吃飯 那那一刻,我想到這個畫面之後 都下定決心了 如果是這個畫面我自己都很認同的時候 為什麼不努力一點去做呢 那就開始構思一下有什麼部份可以做到這件事 哦,原來是這樣 但是我想問一下 其實你家人那個時候會不會很阻擋 因為始終你不是跟著這個 香港主流社會去行 會不會真的有少少阻力 好啊,都一開始都幾吃力的 因為第一就是,我自己就 剛剛畢業了,沒有工作經驗 那麼去不同的地方做 去廚房做呢,很多師傅啊 或者是同事都會很懷疑 這個人是不是來玩的 喂,大學生 一了業就去廚房做事 那麼,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第一,他有沒有畢業證書啊 那麼,也會被人challenge 那是一開始很害怕的 那第二呢,就是真的做事的時候不懂 那麼大家上班 就是很多人都上 第一天上班都會害怕 無工總結回到去 怕被人罵,怕做錯事啊 怕遲到啊,怕什麼啊 那麼去到一個很technical的世界 喂,煮東西吃,要炒東西啊,要煎東西啊 原來全部knowledge我不懂的 我書本上沒有學過的 那麼,那些人就會好奇地問 喂,其實你大學做什麼的 好像什麼都不懂 那麼,當然啦 那麼,當然啦 大學不是學完 到完大學會弄飛機 會弄火箭的嘛,大哥 那麼,我不會到完大學 會弄光炒牛河的嘛 那麼,我去到現場慢慢學咯 那麼,那一刻就很大的 很多人質疑 其實,大學生是不是真的那麼差呢 那麼,我自己都質疑自己 其實,我是不是真的 就是,是不是這麼低能呢 那麼,其實又不是的 那麼,我們是由頭學過一些東西 那麼,肯放下去 倒空那杯水去學 那麼,其實是很大的得著 那麼,我相信這段時間呢 都很艱難的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你是由一個學徒 再慢慢去廚師 之後再去創業 會不會可能說 創業那個階段更加難 或者是這個時間 其實是最艱難的時候呢 創業這個階段是很難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每個階段去轉型 就是,由學生到上班是很難的 就是,你整個人 除了是你去的地方不同 你整個人的想法也很不同 那麼,第二就是 去到 轉換你的生活環境 那麼,那個時刻呢 就是,我要去由 做學生 在學校 變成去一個廚房做事 其實完全不適應那個文化的 就是,那些人可能 他們會很直接的說話 好,你真的做得不好啊 就是,我以前讀書 可能有什麼三文治的留言 讚一讚你先 然後再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是,怎麼樣 很修飾的 那麼,去到廚房的文化 很直接的 你做得不好 你做得很差 那麼,那一刻也是很傷的 但是,慢慢去明白 去相處 還有,我遇到很好的師傅 那麼,他們真的會很用心 每日,我下班的時候 花一個小時 或者半個小時 大家吃一下東西啊 聊聊天 那麼,跟我本來幻想都很不同 因為做一個廚師呢 大家都以為 從一輩子入行的時候 我自己都希望 可能要幫師傅洗底褲啊 可能要幫他買煙仔啊 那麼,其實 現實上現在又不是的 現在我去到的時候 喂,師傅會請我喝下午茶啊 會,當我臭仔這樣 他連罵都不夠膽罵你的 有些啦 有些都罵得很厲害的 當然 但是,那個時刻 我覺得是很甜蜜的 然後,回家都睡覺了 那麼,可能見家裡 連媽媽都是只有一個小時啊 或者都不夠 但是,遇到一個好的師傅 或者他會罵我 就是,我師傅以前都會說 我都以為自己很蠢的了 但是,見到你的時候 發現自己都不是那麼蠢 就是,可能這個師徒傳情 大家都會感覺到那個感覺 就是,可能其實他以前都是這麼差的 我自己都夠膽去做下去 好啦,身邊人的鼓勵的時候 我差很遠 那好啦 那好啦,那其實呢 等一下 你遠一點點 你遠一點點 照說,照說 好啦,那其實呢 我想說一下 關於 你有沒有一些 可以度過艱難的時候 你會想起什麼 之後你就可以順利地度過呢 就是令到你 有一些貼士啊 提示啊 是啊,做事不開心 我想大家都會的 就是被老闆罵完 覺得自己很蠢 大家都會的 那 對自己好一點 你真的吃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 我剛好也是很喜歡吃東西 很喜歡煮東西 那 就是這裏煮完的東西 煮得不好的 那下一碟煮回去 那可能是 就是你真的要找一件事 你喜歡的去做 去拿回一些 快樂愉快愉快感 那始終你說上班 如果大家上班 是不開心的 那你不要期望 在上班找到的嘛 那最簡單的就是 先找一些好吃的東西吃了 那 那 連一間水 那 那 什麼日子都好 做得很辛苦 都是為了很開心心 和家人一起 想一下自己 為了什麼這麼辛苦 那我自己做得很辛苦的時候 我想 我真的很幸運 我煮東西煮得很辛苦的時候 我想為什麼我這麼辛苦呢 就是因為我煮東西 那我煮東西呢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煮東西 那就唯有靈靈的頭 那就繼續煮咯 自己真的 有時候自己決定做的東西 那沒辦法 你自己 自己 自己傻的 那你可以找到一件事 你自己是可以花到時間下去 那時候就很好了 那但是 就是說 開心啦 除了是自己 就是如果你生 生命上面 找到那個 長遠自己滿足 或者夢想 那當然是很開心 但是 除此之外 都要有自己的人生 的 因為我覺得夢想 都很累的 你會開心 但是你都會找些東西調劑 可能我自己都會看書 就是要有一些理性 都要去安排那個人生 因為夢想很多時候大家都說 你追夢 很厲害的 但是其實 追夢背後 就需要很多東西支持的 不是說 我低頭 做24小時 那我追了個夢 我們想 希望這個夢想 如果你想這個夢想 是你一生人的 是你生命裡面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怎樣這件事發生 那我發現了 原來 我有一個家庭 我要有一個健康的人生 各方面都去配合 那這件事 就是 有一個可能 我以前一開始做的時候 我覺得 我躲在住房做18小時 我很開心的 但是慢慢發現其實 我簡單 都要有時間 不要家人 因為 忘記了身邊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很浪費的 到你 不知為何 好像老生常談 但是到最後 我們都是為了生命 做事的時候 為何不 又給他們一些時間 可能條路會慢些 可能我做少兩個小時 可能發展得沒那麼快 但是工資也是那麼多 就是通常 不如不要OT那麼久 大家早點回家吃飯 是吧 是 那很好 剛才你講到的位置 就是追夢是很累 所以 都要入人信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是 現在香港 有些人就是很想創業的 雖然現在的市道不太好 但是你有沒有什麼提示 會不會鼓勵他們 一畢業 然後馬上出來創業 還是怎樣 創業是很艱難的 創業是很艱難的 我自己就覺得不 我自己的 stance 覺得不應該一畢業就創業 特別是一些很傳統的學業 飲食 混流 物流 可能是珠寶 因為很多這些 既有的行業 是很多知識 你要學會 你開箱之前 即是未學行才學走 這樣是很難的 因為可能現存 現在很多師傅 他們都很聰明了 或者現在很多行業前 很多經驗 我都要認識的 但又不同 有些行業 好像IT 他們真的要創新的 但創新的時候 我們都要學一些很 basic 的 skill 即是 project management 一個人時間管理做好了 他們才可以去做管理公司 我們這個年代 即是我自己都覺得自己是未舊的 很多時創業很開心 但我們創完業之後 自己的公司是好還是不好呢 即是我們是想純粹一間公司 還是想一間公司自己很開心 就像我這樣 我開了間餐廳 和那間餐廳的東西好吃 是兩件事 好吃 即又要賺錢 就是一件事 很多時候我們 年輕 即是小朋友 或者我們去做事 即是我以前都可能試過 放一個 booth 可以買一些東西 那我自己覺得很好 但其實這個世界 其他人怎麼看呢 我們很多時候 真的需要現實一點去想 需要一些前輩去指導我們 那去到創業那一刻 真是發現了 很多基本的知識 個人的素質 是要有些時間去培養 那如果是 當然很多成功的創業家 可能是小時候 或者一畢業 已經是做生意很厲害的 但是很多失敗的人 我們都見不到 那我覺得如果有時間 為什麼不花多時間去 去學多一點點才去跑呢 即是學一下技能 學多兩招先 再去開一間餐廳 會不會好一點 對 多一點 多一點課 剛才你都說到 這個 雖然有成功的例子 有很多 即是可以聽到很多 但是 你相信失敗的人 一定更加多 那我相信你的故事 都是 其實可能是萬中無一 這樣 那可不可以你講一下 你最感謝的人 即是最可能 幫到你去到現在這個位的人 是一個什麼人 一個人 那 那 我是做廚師 即是今天我 去到做得 不是說 不是說特別好 自己覺得 但是 今時今 我都很感謝 有很多伯樂在我身邊 那特別是自己的師父 那 那我兩位很 很好的師父 那因為師父就好像自己的爸爸 即是他除了教你做事之外 他教我做人 很多時候我們 即是我們 即是有了一個好好的老闆 他教你做事 但是 即是純粹是 做一件事是 不夠的 我學一個value 一個mindset 是怎樣去做 做那件事 那 那 那我兩位師父 因為是李文基師父 因為是黃吐師父 那兩位呢 都是除了教我煮食之外 很多時候 可能我煮壞了一碟菜 他們不只是罵我一碟菜 他們想起來 罵得很絕的 你做得很壞 是不是手蠻腳蠻呢 是不是眼蠻呢 就不是說這碟菜不好 即是 有時候大家覺得 那些comment是很personal的 但是 那些很blunk 或者很 很直接的 的comment 是要真是很 坦白的 才對你說 那我自己 慢慢都會試到 如果我做一個leaders 的時候 我有一時做老闆了 我去罵人的時候 我都會 唉 不如不要罵了 罵來也沒有用 不如不要說了 敲一口氣 暖了 那去到那個moment 你會知道 那原來他們還會罵你的時候 他們是 覺得你做了價值的 那 就 就是 最疼我的人 應該罵得我最多的人 就是罵到今天 還願意罵我的人 我也很開心 因為去到一天 沒有人罵你的時候 那 恭喜你 你長大了 但是 對 那 我想大家都很懷念 被人罵的時間 是嗎 懷念 當然懷念一下 被人罵的時候 雖然那些事都被人罵 不是很主 那當然 其實你都要很多謝自己 我相信 很多謝自己 一直堅持繼續走這條路 或者勇敢去 踏出你自己的案件 這樣 那 那 今天 我想就是 差不多了 好多謝東靖 可以跟他們 分享一下他的創意 或者他追往的旅程 Yeah 謝謝